好,时间到了 各位线上线下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请邀请到高世华教授主讲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学科拔尖班卓越讲坛 此次讲座也是全国拔尖计划2.0的线上书院活动 我是主持人李文杰,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高世华教授的基本的情况 高世华教授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 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 现为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主要论文有早期中国驻外使馆的建立 图门将国界的形成与越界移民等等 抗日战争研究有专门的青年学人的板块 在过去很好地提携了青年历史学者的成长 我们知道历史学的史学写作是历史学本科生的基本功 也是我们进入史学领域的重要的一课 高世华老师今天将利用自己的经验 向我们讲述史学写作的一些基本的要点和经验 他很谦虚给讲座定的题目是编辑视角 实际上他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 我们非常期待他给我们带来史学写作的要诀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高世华教授 谢谢刚才李文杰教授的介绍 我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2012年4月份回国 然后一直做的这个前年的年底退休 我在抗日战争研究这个杂志里边工作了10年 其中的从2013年开始做主编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也是用的编辑视角如何写作学书论文 大家可能从网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 关于这个如何写作论文 特别是历史类的写作论文 可能会就是说基本的东西大家都会知道 也我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提供给大家 但是呢我毕竟做过这些年的编辑 所以呢从编辑的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比如说怎么写作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面对的对象呢 这个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基本上是这个本科生 所以呢有的方面呢 我们还是从前的地方开始讲 或者是给我们这个本科生的同学们 能直接讲完了之后会有共鸣或者是能有所收获的这个角度来讲一些问题 我大概是讲十个问题 但是每个问题呢大概也可以长也可以短 主要是也要结合我自己做编辑的一些体会 怎么写作的这些部分呢 就是说从一个编辑来看 哪些方面应该注意 翻表的部分呢可能是稍微讲的少一点 因为今天讲的主要是写作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给李文杰教授商量 就是说前边我用比如说差不多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讲一下我自己在编辑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同时呢后面如果大家有具体问题 我们有点放适的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有关于比如说关于怎么投稿啊 或者是杂志的要求什么的 有具体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 我尽量的根据我自己做编辑的经验 这个可以回答 这个这是我今天基本上的这场讲座的设想 所以呢就是说程度呢可能会比较浅一点 但是呢还是这个我觉得可能呢我们这个都是本科生 这个还是从这个入门的程度开始讲 这个我自己的话关于这个文字 因为我做主编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头疼 头疼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来过的稿子或者是发表的文章 这个则边或者是作为主编的我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文字处理 有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头疼 这个头疼呢就促使我们这个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在康尔正的研究就这个怎么这个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进行比谈 所以呢2020年的第二期我们就开始这个有一个栏目 叫比谈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 第二期呢这个约了有几篇 有一篇是韩东宇先生的作者的学样 以编辑的修为 他说的比较两个方面 一个是作者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编辑的问题 因为编辑水平不高 乱改文章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另外呢就是这个中国当时研究的编辑吴志军先生 从编辑视角出于学术论文的写作问题 第三篇是王迪 澳门大学王迪先生的文字表达也学出写作 因为王迪先生在美国教过书 我现在也在澳门工作 所以中英文方面的写作 他都有经验 所以呢有些问题谈起来可能呢 这个大会觉得就是说 给美国的经验比较起来 可能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收获 另外一个呢就是 三宾先生如何提升史学论文的文字表现力 这是2020年的第二期 第四期呢又约了这个 现在在澳门大学工作的毛海建先生 心中要有读者经历一体会 罗日田先生的文如其事 这亚俗皆宜 中英明先生的论文写作中的 学术伦理问题 这个论文的问题主要讲的是 假隐门的问题 有些隐门是有问题的 这个可能不光是给杂志带来困扰 给求助教也会有困扰 就是说你要怎么判断 这个隐门的问题 它出在什么地方 另外还有一位是王金嘉先生 为什么论文写作会成为一个问题 最近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来看看 这个第二年的第四期呢又约了三篇 一篇是桑斌先生的写的好 与写的好看 就是说这个论文写的好 还不够 还得要好看才可以 马中文先生的隐门与论文的文字表述 隐门问题其实对于苏修者来说也是这样 怎么处理隐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发现这个论文里边的文字的前后三间问题 对 跟这个隐门的处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隐门处理不好 往往导致这篇文章 它的表达会有可能没有达到作者预想的效果 对 另外呢 齐学明先生有一篇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写作训练与写作水平 这一篇呢 这个经过改头画面 大概是五六次以上被各个公众转载 这个主要谈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的写作问题 不仅仅是在大学里边出现 从小学开始 这个写作的问题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 因为纸网上等等查到这些文章 找来看看 所以今天一开始讲 我也这个先引用一下 这个齐学明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边说的 这个有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的 根据本人的经验 这种文字不好的现象 确实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大学生中间 以我所在的清华大学为例 本人从教近二十年 先后开始了多门本科生课程 其中两门课程在近几年均布置了研究性作业 要求学生写学术性文章代替考试 近年有两个学期承担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课的教学工作 是第一批写作课 授课教师之一 历年来我授课对象有数千人 遍及理工科与人文学科 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清占学生 但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院系 哪个学科 写作水平的不足是普遍现象 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说齐学明先生在清华大学教书 他教的也是理工科给人文学科都有 但是实际上 起码清华大学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 写作水平 所以可能呢 这个现象不光是在清华大学存在 其他的大学也有类似的 我觉得这个责任的本身并不在于学生本身 而是我们这个教育礼宾 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写作 放在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 所以正常呢导致这个 不光是在小学中学这个问题没处理好 到了本科四年毕业的时候 写过来的东西 仍然是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到了硕士给博士的时候 仍然是问题充充 这个里边 学生本人很头疼 老师也跟着很头疼 每年到最后要交论文之前 第一最头疼的是 学生本人 有可能有的时候比他们更头疼的是他的指导老师 甚至有的时候就大幅度的改写 这个学生 这个很辛苦 但是呢老师从学生毕业的角度考虑 还是应该让他如期毕业 但是呢这个里边 怎么修改这些文章 有的时候作为老师 其实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不光是在本科生 或者是不光是在清华大学 在硕士生跟博士生里边 也普遍的存在着问题 到了博士毕业 他的博士论文 或者他们发表的文章 都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其实这种情况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原来组织 我做主编的期间 就是组织这个笔谈 就是这个问题 来的大部分的稿子 这个多多少少的都存在问题 这个文字问题是比较豁达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像今天我们讲这个东西 写作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仅仅的我选几个点 因为如果你要是谈 整个的一个写作问题 在美国大学 都是专门要开课 有写作中心的 我今天选几个点 给大家一块聊一聊 所以一会儿大家 还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争取 能回答同学们那些问题 这个第一个点 很简单 我就三个字 叫记下来 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 有资料 有感想 一定要记下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不要相信 你自己的记忆 你可能你现在记得很清楚 但是呢 你比如说 你读过的书 你将来 你可能回头还要看 或者你要查 这个里边呢 这个笔记 就是一个最通俗的话 就是说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 这个现在用电脑很方便 有些这个文字的东西 特别是在网上有的 你把它存下来就可以 已经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你可能是哪天没准 还可以再查 还有可能再查 这个网上已经没有了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一定要及时的 把它记下来 现在又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 我想还是应该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的话 将来呢 你记下来的 不管是手写的 还是从网上下的东西呢 合作自在看的时候 会有新的思考 没准会产生新的问题 问题意识 所以呢 这个里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 但是呢 持之一横做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 一定要记下 这个里边呢 我觉得在记下来的时候 有两个点应该要注意 第一呢 一定要区别别人的和自己 就是说你记下来的时候 就是别人的东西 别人的思考 别人的资料 你一定要注明 如果你其中有一些备注 或者你有些思考 你一定要把它区别开来 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 如果不这样 有可能会造成 非本意抄袭 国外大家都知道 这个对抄袭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的学习家肯定也会越来越严格 大家都说 比如说15%以上怎么样 10%以上怎么样 其实阳格来说 里边的这个主要观点还有 其实这就是自超 自超也是不允许 自超也是一种抄袭性 所以呢 你可能会认为 我本意不是 这是非本意抄袭 但是这仍然是抄袭 所以一定要区别 哪个是自己 哪个是人家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一定要详细注明出处 我们大家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样的 你会下载了很多东西 你在组织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追溯不回去 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结果呢 你会非常非常的费时间的 去按照线索追 追回来了 但是那太大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要详细注明 从什么资料来的 哪一页 它的版本是什么 这么着的话呢 你第一便于查找 还有一个便于注释 你将来 你把这些笔记 其实有的时候经常是 有些比较大段的笔记 放在你的文章里边 就能构成你这个文章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查办边发现 你也区别不出来 哪个是我的 哪个是人家 还有一个呢 这个资料到底是从哪来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觉得还是 这个便于查找一注释的话 一开始一定要详细注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它最大的难度是在于坚持 所以记下来 我只有这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从写短门开始 这个任何人就是说 这个很快的就能写长篇大论 而且写的水平很高 这基本是不可能 所以呢 要从短门开始 甚至你可以从笔记开始 因为笔记记起来的东西 也无种程度上也是短门 这么着的话呢 你把这些短的内容 重新组合在一起 组织在一起 其实就是一篇 所以这种短门呢 它的长文的最基本的基础 要是从短门开始 你包括写博士论文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一张一张的写 每个的可能都是独立的 但是呢 你重新跟你有逻辑 你组合在一起 这就是一篇博士论文 或者是一篇想投稿的学术论文 所以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 这个 不要太贪大 写一个长篇大论呢 就是说 还是这个 齐贤明先生 在那篇文章说的 他说写作水平 有一个基本的 普遍的层面 并非简单的 签词造句 而是一个人 收集材料 发现问题 研究解决问题 论证观点的能力 所以这个写作实际上 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的开始不是说 从你现在动笔 你要写什么东西 而是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里边 这个发现问题 想解决这个问题 早知道 最后论证 所以这个里边的 最重要的那个 还是作为一个过程里边 一开始 一定不要写得太长 写得太长的文章 基本上 这个 怎么说呢 不会有太高的水平 文章都是改出来 所以这个 第一要写短文 第二的文章 肯定也反复改 现在非常简单的 这个你们看 以前的那个 比如说 民国以后的 很多手稿 好多都是改来改去 如果要是一字不改 在那儿就成文的话 这人的思考 一定是反复反复的思考 最后写出来 是一个成型的 一个完成度很高的文章 这个过程实际 是很费时间的 像现在这种 先写出来的不停地改 已经是我们这个 新时代的 一种非常便捷的办法 所以呢 有这种办法的话 我们在电脑上 来回地改 我觉得就是更方便 所以呢 这个里边 有一个 这个 比如说 最简单的办法 罗志田先生 曾经这个说 就是要学会临谋 他说 广读 与自己兴趣相关的 论诸之后 选一性子所尽的名价 先看看人家如何写 然后学着写 学着像 在虚途超越 先跟着人家学 然后呢 再形成自己的风格 一开始就有自己很水平的 这个文章写作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们自己在这个 编文章的过程中也能看到 就是一开始你会发现 比如说包括一个博士生 给我们发过几篇文章 一开始刊呢 就是说 可能问题也比较多一些 基本上呢 他的叙述呢 也没有自己比较特殊的地方 或者更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呢 在一篇一篇的写作过程中 你发现他都有提高 这么着的话呢 基本上你也会发现 他已经独立了 他有了自己的风格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呢 一定要从短门开始 要听修改 这个我们抗战研究发过的文章 好像听说北大有传说是改过八遍 其实有些文章真的有可能比这更多 这个抗战争研究开过八届的青年会 我们一开始的文章都是这个改动比较少的 不太用费时间的先发 后边的需要时间的给做着更多的时间修改 然后呢 陆续的发 所以在我主编期间 青年会的文章已经是抗战研究发表的半壁江山 但是呢 这个里边的有好多文章的发表的前后顺序 有一些是编辑部的安排 有的是需要一个更长的修改过程 所以我们从陪着青年人的角度出发 我们愿意给更多的机会 但是呢 确实有些文章要做更多的修改 这篇文章材料不错 观点也不错 但是呢 你看它的表述 你看它的文字 又需要比较大的修改 而这种修改呢 有可能是不止一次 不止一两个反复 所以像这种事情的话呢 这个 大家比如说是本科生 这个方面的工作 可能是更需要下更多的空 所以呢 就是说 缺短文呢 主要是这个考虑第一 大家的视野 应该是本科生嘛 这个视野的宽度还是有一定的限度 另外一个呢 你读的资料的范围也还是有一定的限度 另外一个呢 你毕竟没做过那么多的写度的练习 所以呢 驾驭提补的能力呢 还需要提高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一定一定从短文开始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很多的投稿 一上来就是四万四五万四 甚至更长 但是这种长文是不大受欢迎 即便是名家 这种长文也非常的少 这种长文里边对于年轻人来说 就隐含着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 你投稿可能就不被修 另外一个呢 有可能就是说需要更多的修改 而这种来来往往的修改过程中 被编辑部放弃的可能也有 因为就是实在是难以改 最后有可能这个 在这边编辑就觉得已经是自己的能力 我达不到这个程度 那干脆我不能搞退了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有的 所以呢 这个 可以试着写短文 给短文 然后接着一块 用它内在的逻辑把它统一 这么着的话呢 不管是你写你的学位论文 还是写你的学术论文 这么做的话呢 能减少你的心理负担 一开始在脑子里边就是一个红图 我要写多少张 然后一张一张的在那写 除了特别伟大的历史学校之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特别是本科生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等了成了大家之后再说 现在呢还是那种一部分一部分的写 或者是我说的就是从一个短文一个短文的写 在这个写作过程中呢 我们感觉有些问题呢 比较什么呢 就是这个觉得有一个突出的问题 词性 词的性 词性就是贬义词 保义词 还有中性词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作为一篇学术文章 要尽量地用中性词 但是呢 经常会弄错 这个特别是这种保义词贬义词用的第一不合适 第二呢还应该是尽量避免这种保贬 因为这种保贬 你把个人的感情带入过多的话 就会影响读者的判断 这个结论其实是这样的 一篇文章的结论随你 其实也随读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读者 怎么判断你的观 我就这么认为 当然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得说服 你的读者 甚至你要说服一个杂志 说服一个编辑 来接受你的观点 认为你言之有底 所以这个里边的这个词的把握 我们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词性的把握不顾 另外一个呢 很多场合实际上 应该用中性词 因为你是学术文章 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价值判断 而且这个价值判断 不是不一定表现在这个词里面 而在表示在你的论述里面 你上来用一个词 就有点强加的 如果读者不接受的话 很可能会对你反感 其实就是起在了一种相反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隐门的问题 这个隐门里边实际是需要下工作的 隐门里边 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子板满天飞 很长的一段隐门 不加剪才能拿到 放到你的文章里边 甚至会有一页的感觉 那类似的这种情况 其实用简单粗暴的话 是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的原因就是说 你这个隐门是放在整个的 这个文章的环境里面 有一个前后的前进 你要流畅 你不能生命的往里边掐 踏进去之后 你给读者的这个阅读的感受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过长的隐门是不应该的 你一定要剪才 因为现在太容易了 经常一篇文章 这个一个很长的隐门 结果你发现他这个文章写着四万字五万字 没准最后你要真实编辑的话 大概两万字以内就解决了 因为这个长隐门里边有很多是没用的 你只能是留给你这个文章有直接关系 但是现在这种东西比较多 就是说不加剪才的 这个不加处理的 所以这种线接会觉得不自然 这么那就是特别影响这个文章的效果 马上文先生有一篇文章 在那个笔台里边就谈引文 引文的地方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比如说 这现在史的部分里边 古代就更什么了 就是说他这个文字的叙述呢 现在基本上 跟以前的文言文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怎么把它接在一起 又没有违和 这个里边的实际上是需要 比较高水平的处理的技术 而这个需要经验 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着 这个隐门一定要剪才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 一个普通的文章 容易让人有看法的地方呢 因为现在经常的我们写的文章 都是一种归纳法 用逻辑的归纳法 最后呢 这个ABCD 这几个事例证明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 但是呢 你这个归纳是一种 简单的美举的办法 我最后得出来 一个普遍的结论 实际上最后这个结论 很有可能是一篇概全 有个别性的知识 推出了一般性的结论 现在这种文章特别多 历史类的文章尤其多 在文章里边举一两个例子 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了 其实这是一种强暴性 你强迫读者接受 这个读者很可能就不接受 这个里边就有一个 时空的问题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 你非得把这些资料 硬揉在一块 最后看是一个 特别合理的结论 其实根本就不是 我们编这个抗战研究的文章 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比如说抗战战争 它有不同的区域 抗战如果讲 前面抗战也是 最少是八年 所以从这个里边 发生的很多事情 还有前后的 不同的时间顺序 这个资料就是说 同一个空间 给时间范围之内的 你才可以对比 如果是不同的 一类性的对比 你必须得有前提 毫无前提的 完全当成 有同一个时空下发生的问题 这就导致了最后这个结论 看了特冠冕堂皇实际是错的 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少 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作为一个短文 作为一个一般的文章 好多人也在提倡要学逻辑学 所以这种逻辑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简单的推理 这种归纳 这个会经常会有一些问题 而这种问题呢 有的时候甚至是 这个作者不自觉的 他觉得还有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是 他的前提本身就错了 他的资料就错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 挫折了时空 第三个是 这个要明白 文章是给人看的 这个毛海健现在在笔谈里边 用的那个题目就是 心中要有读者 你写的文字的东西 你想刘志明山这个船子后世 这都可以 这是你的自由 这可以不给别人看 但是实际上最后还是给别人看 你这些东西没有读者 现在可能没有读者 将来可能还会有 没有任何人阅读的这种文章 或者是资料是没价值的 所以呢 心中一定要读者 你要明白 你写这个东西是给人看的 人家看了 明白不明白 你心里边没读者 他自己在那 制作主书上在那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干嘛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给杂志投稿的时候 很可能招致编辑的反感 为什么呢 那个编辑看了你的文章 因为这个编辑实际上是等于 你的一个第一个读者 这个读者看了之后 就发现你完全是在那 自说自话 这么着的话 这个文章就是问 比如说你要有读者 你还要明白 你写给谁看 你一篇学术文章 那你得给懂学术人看 你一篇小说 你要给那种更广泛的读者 你比如说抗日战略研究的定位是 定位在大学 本科的历史系的学生的水平 如果写的非常的困难 或者是在这个文章里边就觉得 影响了我们这个读者面 我们会要求读者修改 为什么呢 我们还有一个普及的面在里面 你写那个文章最后 只有十个人看懂 我们可能会要求作者修改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 比如有这个什么信达雅呀什么的 这些东西 这个雅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看法 它不是雅的问题 有的是不雅的东西 比如说小说里边有些语言骂人话什么的 你看那个美国电影 他经常在那说脏话 那你翻译的话也得翻了 那你能把这个词翻成雅的词吗 不行 所以呢信达雅是一个普遍的要求 而在具体要求里边 不雅的时候就得不雅 所以类似这种呢 就是说一定是你要给谁看 还有一个 你是什么类的文章 你一篇学术论文 你尽量的要用书面语 你不能大聊天式的 你除非隐闻里面有 否则的话你的行文里面 用聊天式的语言 用口语是不合适的 无私运动之后 有一个所谓的这种 口语的这个什么 但是实际上呢 现在的文章体 仍然是以书面语为主 你一看你觉得违和 聊天说什么都可以 更俗的话都可以 但是你在文章里面 除了直接也闻之外 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跟这个文章的风格不同 第四个问题 学术史 要重视学术史 以前的时候 我做主编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关于 除了会议中书之外 比较少发那种中书类的文章 为什么呢 就是这种东西 基本上你自己去 用个关键词到这网查就可以 但是呢 学术史的特别是 国外的学术史的文章 我们愿意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外语 大家掌握的毕竟是有限的 你不能比如说 六七门主要的 这个国家的外语 你都掌握 所以这个里边 你要借助别人 来帮助你实现 对国外学术史的了解 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呢 这些方面的文章 还是希望发 但是呢 这个文章 一定不是流水账 一定要有分析 要有方法论的东西 要有对一些范式的 否则的话 你会觉得这篇 学术史的东西只是流水账 但是你的研究 包括比如说 你一篇投稿的时候 或者你一篇文章 或者是不太长的硕士论文 在第一部分 一定是他的学术史 到目前为止 关于这个问题 已经研究到什么成果 有哪些主要的成果 你要做什么 这么着也要说的明明白白 一篇投稿的话 比如说两三万字 第一页里边把这个东西要说清楚 这么着的话呢 让读者或者是让编辑 知道你这篇文章的价值在里 其实有些比如说 素数论文或者博士论文会比较长 其实这个性质是不变的 都需要这一步 所以学术史 这个特别是外国的 外来是海外的学术史 其实一定要掌握 如果不掌握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第一 可能你视野不宽 因为有好多问题 可能人家讨论过 你现在有拿来讨论 这就会出现重复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可能会出现无意的抄袭 这个问题 我限制博士的 我写了一篇东西 甚至我写的 素数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的 有一大部分 是我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其实你里边讨论的 有一部分 或者是相当一部分 在国外的论柱里面 已经出现了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你有那么很好的 很高水平思考 你还写出来 花了很多时间 结果发现 别人已经做过 所以这个不光是一个 耽误时间的问题 这个对你自己的 这种创新能力 我觉得也是一个打击 一定要尽量地 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学术史的东西呢 还是应该 这个要多读一些 特别是 外语呢 你不能掌握那么多 自己掌握的那个 一两门之外 其他的呢 多看一些翻译管 我近几年 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就是说 我们要争取更多地 看一些翻译管 因为有些东西 的观点可能 我们不同意 但是还是能给我们 有不同的启发 他的思考的方法 他的视角 都我觉得可能 能给我们一起 几级 那当然了 我们可以说 有修理的东西 或者是有错误的东西 我们可以讨论 或者说 我们可以批判 但是那首先 你应该去看 所以这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 特别是外国的 学术史的东西 一定要更多地 去下一些功夫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自己 这几年的感觉 是第五个问题 要重视概念史的研究 我们现在 我自己感觉最大的 就是说 抗战这一部分 有很多那种 既有的概念 其实只是一个 当时的一个 约定俗成的东西 没有进一步 重新审视 我们以前比如说 设计了一个 八年抗战的问题 八年抗战这个词不错 毛泽东中文 所有的人 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 百分之二百的 都用过这些词 为什么 这是那个时代 特定俗成的一个词 它是自1937年 卢古乔事变 到战争结束的 这八年 但是呢 现在我们说的 比较多的是 讲14年抗战 所以这个不同的时代 对不同的概念 有不同的界定 还有一个呢 一定要进行重新审视 所以对一个概念的边界 和的内涵 如果你不进行深入推敲的话 你可能会被疏忽 这是我最近感觉一个 比较深的问题 所以这个里面 用一个什么办法 就是用概念史的方法 去重新辨析和生死 这么着呢 有可能会打开视野 和为你创新提供可能 我自己写过一篇文章 是这个 史学阅刊约的 就是关于大后方的一个时光 最后新华文章 还栽着这篇文章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呢 我在里边着重强调 关于大后方 这个概念的失控问题 大后方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流动 大后方对正面战场 或者这个敌后之间 没有一个画好的线在等着你 这个是大后方 这就是正面战场 这种流动性 还有一个 最起码在大后方里边 你比如说 对战争的感受 与认知 它的最前线 是一种感觉 越往西越入 因为西部 西南跟西北 到战争结束 新疆的西藏的人 他没见过日本人 你说有些地方 他是八年看着 实际上有些地方 根本 他就没见过日本鬼子 他可以到前线 去参加战斗 他可以在后方进行支援 但是你问他 问他日本人长得什么样 他根本就没见过 那我们回头来看 他的战争记忆是什么样 就是说 他这种有区域性的 有区域比 还有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讲 敌后战场 就这一个根据地 我们后来感觉的就是说 你不能那种平面性的 然后认为这一个根据地 百分之百的有同质性 最低最低 它有一个中心周边的问题 你不能说我这个根据地 从中心到中边完全是一样的 其实根据地本身 有很大程度的流动性 所以类似的这些概念呢 我觉得都有重新分析 给讨论的空间 而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呢 我觉得有些我们可能 比如说可以跳出 这个强调他们 这个本身就有的 各个区域之间的互相的理由 另外呢 你重新对这些概念 比如说国统区啊 沦陷区啊 这个中共抗日根据地 你那个原来的具有认知 有的可能有局限性 如果你用不同的 时空的视角打开 那就有可能你会觉得活了 这才是真的抗日根据 这是我自己在编稿子 或者我自己写文章 一个非常这个什么的感受 就是好多这种 这个时段其实并不长 从局部抗战的全面抗战 一共加起来只有14年时间 但是这14年时间 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但是呢 这些改变 在中国的各个区域是不一样 而不仅仅是以前的 沦陷区怎么样 大伙方怎么样 国统区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个 我自己原来写的一个文章就是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 能 改变你思考的空间之类的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给予这个相关的 有一个 时空与时空之间的节点 这种节点 往往容易出现新的 题目 或者是新的认识 我们去年开了一个 这个中国共产党节骨执政的问题 我们主要还是强调一个 这个历史的联余性 同时呢 还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这个是统一的 我们以前可能做抗日战争研究呢 对前边的 比如说这个1927年到1937年的 这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觉得可能完全是一个 另外一个时代 而且呢 那个时代呢 好像后来抗日战争期间 已经改变了一种 截然不同的时代 但是未必 这两个时代到底有没有联系 这些东西的话呢 实际上 这个 我们也有一些 这个学者就做这方面研究 我们听了之后 比如说张百佳先生就讲过有些 你比如说讲中共的抗战 他如果也一直待在 比如说中央市区 他根本就没到这个抗日前线 所以呢 这个里面的这个长征 在其中的意义 或者是中共的一个军队的建设 比如说自不建设 连上了什么的 这些问题 其实呢 就是说 这个全面开论开始了 中国 中国共产党 在有些方面 已经有一些准备 准备 这个准备不一定是主观的 或者甚至不一定是主动的 但是呢 事实上 是形成了它的基础 而这些东西呢 跟我们联系在一起 可能会 那种思考的空间 特别是对这个 时空里边的 那个节点 之间所产生的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另外第六个我想讲的就是要 这个整体史的研究 要重视整体史的研究 这个 好多东西 它可能就是一个一个所谓的 就是盲人摸下的问题 它可能是看到的不是整体 特别是年轻人的文章 好多文章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就是文字 去了全局把握 所以呢 到最后结论的部分 你就看到没出一个有心意的观点 这个事情说清楚 观点不错 也掌握了很多资料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读完了之后 特别有意有为进的感觉 而产生这种意有为进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 这种理论的提升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这个 这种整体性的保护 在每个部分完了之后 每一个章节写完了之后 最后你看 你这个整体 你会有一种新 应该有一种新的观点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篇文章意义在 你说我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但是说清楚了也是它的价值 有的时候说清楚了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关键 但是呢很多文章是不仅仅止步一次 一定是在这个说清楚之上 还有一种方法的论的东西 所以呢 这种呢就是说 对这个研究资料和既有成果呢 这个需要有一种全面的掌握 这么着的话呢 这个会 这个从整体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抗战里 有很多 就是讲有很多根据地 这个根据地 那个根据地如何 现在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些根据地也没有 每个都研究透彻 但是呢 在每个研究基础 根据地的研究透彻的基础之上 还有一个打通 给作风比较的问题 这么着呢 比较容易形成一种高屋 见顶的认识 所以这个里面呢 这种整体史的这种研究 或者是视角 觉得还是特别写的 第七个相讲的问题就是 希望更多的关注的历史的联系性和 非联系性之间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我们去年讨论的问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局部执政 局部的执政就是有些东西 它是有联系性的 有的是未必的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抗日战争 是一场战争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军事背景下发生 而1949年的国家建设 是在和平时期 所以在这种军事背景下发生的东西 跟和平时期它是不一样的 有些坚持了 比如说党的三大作风也什么的 但是呢 有的一定是需要放弃 这个里边 这种 这个日本曾经这个方面 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讲 因为他有的时候这个强调 比如说他的战前 战时跟战后 我们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概念 可能意识还不是太强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讨论还是 这个应该的 就抗日战争本身来讲 也是这样 因为抗日战争不是独立存在的 一个历史时段 对于国民党如此 对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所以它的连续性当然是不确 但是这个时段又有它的特殊性 那怎么看待它里边的非连续性的问题 对于抗日战争里边 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 这个我们以前有的时候可能不太 这个什么的就是说 日本侵华的连续性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侵略中国 它是有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里边 它不是哪一天突然怎么着 一看它的历史的脉络 这个我曾经也写文章就讲 就是这个 战互战争之后 到日俄战争之间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到1931年之间 这些研究不是没有 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重视不够 这么着呢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必要的链条是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这个很短的 为了这个杂志 不抢救性的写一篇 后来这个还是清华文在摘了 摘了的原因就是讲 它是说日本的关东军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这个老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日本关东军是特别和平的来到中国 打完了俄国鬼子 他没有撤 这个基本上 他把领土都还给中国 你就觉得这关东军特博善 特伟大的这么一支军队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关东军的形成 跟日本的关东关系毫无关系 是在中国的关东州 一支外国的军队 在中国形成 而且据说最后是达到了百万之军 而且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部队 他们一直驻在中国的部队 你们不就是慌吗 日本人竟然派了这么和善的部队 来驻在中国 但是首先一点你不要忘了 1931年918 发动这个事变的 就是关东军 那么一个和平的军队 干嘛发动 启卫我们中国当本的事变呢 因为老有人来问 不是这说法对吗 所以你会觉得他很荒唐 能哪儿荒唐 我们在对历史的 某些时代的研究是有缺失 所以造成了这个有些问题 或者是在这种大众传媒里边 我们可能这个学术界做的不够 所以最近中国抗争战争史研会 这个做一个抗争史 往七十多次 就是用普及的办法 这个普及整个的抗争战争的指示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 它是有它的连续性 而抗争战争 是它的侵华的最高峰 但是一般的可能不认为 抗争战争算是侵华的一个阶段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 而且这个规模非常大 中国曾经在半地江山被他们占领 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它的连续性 因为好多它的做法 包括它的军队的培养 它发动战争的手法 都可以从前边 从加募战争 从热阵 特别是日俄战争 我们做的研究是远远不够 我们可能会觉得 这场战争是日本和俄 所以我们关系不大 我们当时也是一种中立 但是那是一种无奈的事 它的路上战场是在中国上 两个强盗打架跑到中国来打 类似的这种事情 其实它可能外语的要求高一些 比如说你要懂俄文 你要懂日文 可能还要懂哈门 但是实际上这个阶段对日本分交重要 为什么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就成了列强的一员 但是中国向着更深重的灾难 那不需要更多的研究吗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讲这个连续性的问题 我们讨论中共的局部执政的问题 但是根据地也有这个历史的连续性 这个江西有一个新的杂志 数据研究 他们现在发的文章 比如说抗战期间的这种根据地 什么之类的 他们也发表 以前我们会认为这个数据研究 大概就是1937年之前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根据地的概念 如果比较宽泛的话 这不仅仅是数据 当然了这个杂志叫数据研究 也会认为 这个它仅仅的是做数据 其实呢 这个根据地的话 从1927年到1937年 到1945年 到国内战争期间 到1949年 其实这个概念 它可能会用不同的表述 不同的侧面 但是实际上根据地 这个本身 还是有它的内在的联系性 也有可能这个名字用的不一样 因为后边用简单区 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这些东西的数据 其实做的还是不够 第八个我想讲的 就是说一定要打破 这种真语之间的 这么舒服 有两个区别 就是说学科的界限 和思考的界限要区别 因为现在已经特别细 这个各个专业 你读博大概只读你这一部分 但是现在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这种学科的分界 或者是学科的边界 有的不是需要跨越 我们会觉得 上大学里边 特别是有名的大学 中国史 有世界史 中国史 还有古代史 有近代史 有现代史 其实大家想 历史 是没有这些区别 历史没有中国史和世界史 历史也没有古代史 近代史这种区别 这只会是人为的一种学科划分 但是你会知道 在这种学科划分的同时 它有可能会舒服你的思考 所以就是说 你的思考一定要打破 这种学科的界限 否则的话 你得出来的阶段 或者是你的研究 会被限制 你的水平的发挥 可能也受惑性 我们说抗战 一般的可能我们会觉得 这个抗日战争 当然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但是这场战争是跨界 跨国界 是中日之间的战争 这当然也是世界史 所以抗日战争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也是世界史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是日本侵华史的一部分 但是也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这个里面有一个比如说经常讲 微观的问题 中观的问题 宏观的问题 这个里面大东亚战争这个词 是一种中观的 因为大东亚战争 日本的亚洲所发动的 但是这个对象就不仅仅是中国 还有别的国家 比如说东南亚的国家 但是呢 我们就没有给这个大东亚战争对应的词 为什么 我们对这场战争的中观的认识与分析的角度是不够的 我们有的时候就讲这是一场战争 当然这是一场抗日战争 或者是一场中日战争 但是这场战争 日本所面对的对象 不仅仅是中国 所以我们有些结论 你要关照 在中国国内的发动战争 经常是给其他的战争联系在一起 最起码太平洋战争 对吧 陆寨 还有海寨 日本的关东亚可能掉到关内来了 但是可能下一步又掉到了东南亚战争 他最后饿死在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岛上都有可能 因为在战争中 这个日本的军队饿死得很多 但是基本上不是饿死在中国战争 为什么 他主要是在东南亚的海 在太平洋的海岛上 因为他丧失了制空权 制海权 结果这些日本军队也没有吃的 也没有喝的 控制也来不了 结果就饿死在岛上 所以类似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这种学科的界限 给思考的界限一定要分开 我们现在是分得越细 这不一定是坏事情 有可能我们加强我们对有些问题的更深刻的认识 但是同时你也会知道 这种过细的分科会限制你的思考 会限制你的想象力 第九个我是讲研究的精细化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文章你看了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有点糙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讲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研究的这个跑马战争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是精跟细做的事 你去做一个题目 其他的方面因为我自己这个 看的不那么多 起码就我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了解 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新鲜的 没有任何人做 Potek 所以呢 这种文 这种比如说 这个题目别人做过 有的如果你会觉得很生气 有些人他在那儿造大题目 一个很好的题目他播 他那女士发现做的 他连百分之五十的努力都没有做过 可是呢 他已经到这个田地地给你糟蹋 你在做的话 你首先得跨越他 你得跨越他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努力 然后呢你再往前推进 所以这个里边的话 你会觉得你做出心意来就特别的困难 为什么呢 他前面做的一部分又有心意 又有特别不够的地方 但是这种情况 在很多题目上是存在的 所以被人强暴的这些题目拿来做 第一你会非常地痛苦 第二呢 你会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所以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第一要坚更细做 你要占有更多的资料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说你要注重 他与周边之间的联系 他与区域的联系 他的时空的联系 这么着的话呢 这个题目有可能做出心意来 否则的话 他钻了一个洞 然后呢 你在这个洞上再往深处钻 你首先你得先钻他的五十米 然后你钻到一百米 不光是痛苦 你这个文章写出来之后 包括读者 你包括杂志就想 你这篇文章的心意在哪儿 他会觉得就是说 很大一部分已经被人做过 所以他做了五十米 然后你又想往下钻了五十米 这种事情不太多的 最多的可能 他钻了五十米了 你才钻了六十米 这有很有可能 你要脱稿的会不会脱稿 退稿 为什么呢 你钻的这个部分太少了 前面他做的很糟 但是他钻了五十米 这种状态题目的事情 碰上这种事情 还有一个办法 你干脆避开 或者干脆 用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做 所以现在比如说 包括发表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都是水上全高 没有做过的题目 基本上没有 那你新做那怎么办 就是要更精细化 用新的方法 要更注重彼此之间的联系 所以就是说 里边也还可以有一个 几个办法比较好一点 就是第一 你要注重他的文字问题 他看到你的东西 他表述 你这篇文章 整个的文字处得得很好 包括他的注视 比较完整 这么着的话 包括杂志 包括导师 包括读者 他都会对你 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说 要注重他的逻辑问题 你用更细密的逻辑 要用更中全的逻辑 来讨论这个题目 这么着的话 他会觉得你很全面 这么着的话 会觉得你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注意时空把握的问题 就是说 这种精细化里边 你一定要准确的把握时空 这么着的话 这个题目出来之后 不管是学问论文还是学术论文 那个应该评价会比较高一些 就是说他的准确性 这个相对来说 可能就是说 在精细化方面 这是这个可以比较好的 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十个 这个简单讲一些 就是投稿的问题 投稿可能没准这个讲 想联系讲几次都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 因为讲主要是讲 我们写作的问题 仅仅的讲一点 就是说 在投稿之前 你要做什么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定要先把你的 问题处理好 你的文字的问题 你的格式的问题 你的整个的 这个清洁度的问题 这个 能删的就删 尽量的不要啰嗦 这个王帝先生 在那个笔谈里面说过 就是文字的许多问题 大多数可以自己先处理好 观念自己要有这个意识 和责任心 要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主观能动性 现在有不少文章的 也可能他就觉得 就是说这个 已经是怎么说呢 这个脾气劲 我写的这个程度 我就先教出去吧 这个交给老师了 那有可能被老师 大骂一顿 另外一个呢 交给这个杂志了 就有可能被退稿 为什么呢 他觉得你这个文章里面 这个没处理好的问题太多 最简单的 你比如说你的注视格式 这个最起码的注视的信息 你要记 格式可能有所区别 每个杂志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呢你自己 这种最必要的信息 你一定要满备 你不要抱好的问题 这个有可能会这样 就是说到了导师那儿 或者到了杂志那儿 他就是本身 这个利益不错 已经学的这个完成度 已经比较高 但是呢如果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完成度 这个导师觉得 才70% 或者甚至60% 那就有可能 这个被导师骂一顿 回来之后你还得看看 另外一个到杂志 快60% 他很可能就退高了 为什么呢 这个编辑来自乎 就是太麻烦了 这个翻来覆去的 给你改注视 给你改文字 所以就是说 这个文字的东西 第一要好好处理 第二呢 要好好地思考 这么着的话呢 现在就是说 好像有很多的那种看法 因为现在特别是 有一种感觉 就是生活周少的问题 现在当然了 有个错误的问题 这个有些大学 比如说我知道的情法 已经不要求博士生 也提交这个几篇 什么核心的什么 但是相对来说 没有明确的要求 事实上是有的 或者是一种隐藏的要求 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一篇没有 人家有两篇 甚至有一篇 可能就要人家不要你 其实这种 发文字的要求还是存在的 非常正常的 比如说你去求职了 你发了三四篇 谁看 那一篇没发的 结果要了一篇没发的 很可能别人会觉得 他走到后门了 这个发了好几篇 那怎么着 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你的水平 除非你的博士论文 水平太高了 马上就出书的程度 但是这种事情是不多的 怎么能证明你自己 那还是发布 所以这个五维要破 但是呢 完全的对这个学术方面 比如说对发表没要求 有些学校实际上 现在还得坚持 就是名义上不要求的话 其实同时加强了 对你的学位论文的要求 这种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多 所以这个投稿里边 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抗日战略研究是最看 我们给大家一块努力 到现在 这个杂志应该还算可以 但是任何一个杂志 包括所谓的顶级的 其实都缺好 抗战研究也缺好 中国社会科学也缺好 你看这个杂志发的文章 都是同样的一流水平 字字珠奇 每篇文章都是精品 这基本上是不看 所以比如说作为本科生 我觉得第一要多动笔 切短门开始 同时投稿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杂志 现在开始放松了 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看了这样研究 要十个印章 160页 一定要凑够了160页 所以这个文章 有长有短才能凑够160页 也正好发四篇 一篇四十页 四十一百六对吧 可能吗 也发不了那么长 所以这么着的话呢 如果一篇文章定了 这一篇文章十五页 其他的一百四十五页 都围着这十五页 来凑 这是非常偷偷的一个字 现在要求可以松了一点的 你比如说可以一百六十几页 什么之类的 或者一百五十几 但是实际上一个印章是十六页 出版社还是 印算长还是希望一个完整的印章 或者是半个印章 半个印章是大印 所以就是说这个处理的时候呢 还是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比如说十个印章多少 或者是九个印章多少 所以这个里边的长文章 短文章都许 或者是比如说书评 都许 所以我觉得作为本科生 其实有些东西呢 有所发现 甚至有些纠错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 这个就是一页就是半页 怎么的 因为发表之后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不在你拿了多少稿费 大概这稿费很少 实际上是增加你的信息 有可能 这个几百字的一个纠错 或者一个读者来信 让你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 这很有可能 为什么 给了你自信 让你觉得我也可以写的东西 我这次三百 下一次五百 或者就是比如说 洗钱字 对吧 这个成长是一步一步的 文章是改出了 文章是写得出了 包括投稿其实都是这样的 不妨从一些 比如说作品开始 从一些短文章开始 这么着我觉得就是说 你会也能增加你的成功力 主要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增强你的自信 在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第一步上 能迈事 本科生 不过说实话 确实是 比如说靠儿战的研究 我当主编的时候 基本上没发过什么 本科生的文章 但是不是我们不发 没有好文章 一个杂志想标榜自己 特别想发一部分的 本科生的文章 为什么呢 你瞧瞧我们这个杂志多厉害 只要水平高 我们什么水平的文章都发 但是你这个本科生的文章 你得过关 你的辅助标准才行 所以这些方面的东西呢 其实这个 投稿的这个问题 从比如说本科生 给开始写 多练习 比如说本科毕业 就发表过一篇C刊 或者什么的 只有我觉得对一个人 不光是读 他的读研的问题 主要是对人的成长 将来他回头来看 可能就是我所有的起步 就是从这个 祭拜字的短文开始 所以大家一定 不要觉得这个短文怎么样 这个价值太大 是你整个的 这个学术生涯的起步 或者是你人生的一个 一个起跑点 所以类似的这些方面呢 就是说 不要在意小不小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小处法是更应该 认真仔细 或者是小事做 对 差不多 我这个 今天 有好多问题 可以展开很多 但是呢 第一 我们这个 这个时间 本身就有规定 还有一个 还想留一点时间 能给大家互动 这个 我就先讲这些吧 好吧 好的 感谢高树华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 讲座 那么他提了很多 苦识又实在的 一些指导意见 我刚才 初略记了一下 有很多 这个现场观众 可能没有听到 给大家总结一下 现在我们现场的 这个观众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 1.1万人 1.1万人次 高树市长 第一个要点 是要有 记下来的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要 平时的时候 要从细微之处 留心进行积累 觉得有价值的地方 要注意记录 并且要注意区分 别人的和自己的 一些 一个区分 第二个是 不要上来就开始 从初学这段 不要想着写 长篇大论 应该是从写 小文章开始 写读史并 不处杂技 这种类型的文体 第三个是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 没有读者的文章 是没有架作的 所以一定要 我们在写的时候 注意自己的 文章的类型 对象 还要注意 这个书面语的 规范的问题 第四个是 在写读的时候 要注意 学术史的 回顾的问题 就是不要造成 无意的一些 抄想和 重复研究 第五个是 注重概念史的 研究 就是文中的 概念的 概念研究的 看 第六个是 注意整体史 避免就识论史 就是争取 在每一个文章的 后面有一个 更大的关照 第七是 注意历史的 连续性和 非连续性的问题 第八点是 注意 最好能够 打破学科的界限 进行思考 打破整预 第九是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请注意 这个经根细作的问题 不要 不要像 对我们史学 我们现在史学 刚刚起步的阶段 基本上是一个 跑马圈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原始史料 争议比较多 然后可能就是 在分析 在文字方面 注意的不够 就是所以要注意 经根细作 第十个是 投稿的一篇技巧文字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写完一篇稿子以后 要注意把里面的 各种问题处理好 就是包括文字的 要节奏的 还有学习规范的 都处理好 不要写完以后 觉得自己 心脾气的 赶紧投出去 就先折磨 读者或者是编辑 这样可以 增加投稿的一些 面中率 那我们线上 已经收集了 很多的问题了 好像 也回答不了这么多 我就简单地 就是念几个 第一个 说是 我们在学书论文写作的时候 这个选题 如何能够吸引别人 不是 不光是吸引编辑 因为我们的读者 不只是编辑 这个是不是 这里面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们写作的 我们写作的研究对象 怎么选题 第二个是 我们的论文 是怎么命名的问题 取名字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好像读者想问的是 观众想问的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一天都写 怎么样给他取个好的名字 来吸引编辑或者是读者 第二个是 围满历史研究中 有哪个需要关注的评论 说还有就是 中文报刊史料 刊载日文文章 应该如何规范引译 先念任何问题 日文的史料 不是日文的 我们的中文 我们的中文西方会 看在日文文章 好像不太会 所以好像我觉得 这个第二个不用合作 选题那是这样的 就是说选题它是多方面 首先你这个题目 有没有心意才是第一 不管是你的导师 还是给砸着投稿 这心意肯定是第一的 你做了哪些 你比如说特别新的发现 这恐怕是不太可能 我刚才说过的 就是说这个题目 百分之百没人设计过 不太可能 但是呢 你怎么推前初心 做出心意 这是最主要的 或者是我这个文章 在多大程度上有推进 你哪怕推进的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仍然有它的价值 但是呢 有可能你这个文章 或者你这个论文 并没有过这些问题 都解决掉 我印象是这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在日本的时候 那个博士论文 在最后他会说 我解决了这些问题 但是我有什么问题 还没有解决 老老实说 把他说出来 其实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办法 就是说 你在某种程度上 对于这个问题 有推进就可以 当然了 就是说你自己 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来说呢 就一点点 我觉得这可能 会给你的导师 或者是给杂志 会有一个错觉 觉得你没有什么进步 那你这个题目 就不什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何吸引人 确实是题目的问题 这个标题的问题呢 有一个标题党 叫黄道炫 现在是北大教授 他就特别重视 他拿来一看 这个如果这个题目 不吸引我的话 对他来说 这个下一步就很难 这个投赞成票 他有他的道理 就是说 你一定是 比如说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还是这样的 你的打扮 你的档下 还是有预众不同 让他看了之后 他对你 这个让他觉得 这个有印象 这才可以 但是呢 怎么这个题目做好 实际上有的时候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一个好的题目 差不多有的时候 相当于差不多 你这个文章成功的一半 但是做的这个题目 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需要不停的 甚至可能会改几十次 现在比较流行的题目 就是比较多的 就是那种 一个冒号 前面呢 比如说有几个字 两个字 或者四个字 有可能是不是台湾的影响 或者什么呢 现在特流行 你现在如果不用这的话 你就是土鳖 但是问题是 往往出现的问题 就是说冒号的 前后的不统一的问题 你比如说冒号 黄道轩冒号 一个北京大学的标题打字 这个东西呢 就有可能不符合事实 前后呢 他可能会不统一 因为这个黄道轩不可能 这个所有的时候 都在那是一个标题打 有的时候 他这个自己啊 觉得比较强调这个题目 所以像类似的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 这个冒号的前后 太荒谬了 他没有内在的逻辑在一起 他只是觉得为了想吸引人 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标题呢 第一 涉及到你对这个文章的 把握的问题 有一个说法叫炼字 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要反复的推敲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题目 你还可以有的时候 听听别人的意见 我们有的时候 你就看外国的学者 他们有些书出了之后 后来会有一些感谢 这个感谢比较多的 你就会发现 他们这个书稿 给不止一个人 或者不止一个同事看 我们这些方面 可能稍微地做得 不想他们 所以这个里面 其实可以给你的朋友 给你的同学 当然有的也可以给老师看 什么的 这么着的话呢 听听别人的意见 会有一些启发 所以这个标题的话 其实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呢 编辑部可能会动手改标题 或者导师动手改 但是最好 还是你自己能 真正的吃透 你要想表达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 你改了一个标题 就很有可能 在很大的程度上 你推翻你原来的结论 冲醒 为什么呢 你想表达的东西 你就发现 你可以凝练的这个标题里边 所以相应的 你文章里边的文字 给最后的结论 很有可能你会修改 为什么 实际上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思考的身体不够 你要够了 你要到位了 但是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呢 这要涉及到你的学养 涉及到你的经验 其实我们都知道 比如像《神明日报》 《黄明日报》 他们的总编们 经常会为一个标题在那 不停地在办公室来 转圈 转来去 转来转去 为什么 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标题 太平了 不够吸引力 太刺激的话 恐怕又影响舆论 还有一个 你有得准确 你有得吸人眼球 现在做的这方面 最规范 不是最规范的 最伟大的就是 现在自媒体 自媒体里边这些东西 你觉得它特别胡编 胡编烂造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呢 它有一点是成功的 吸引你 它是这个编程 或者是委屈 所以这个 学学它的努力 但是呢 它自己的那种做法 我觉得是绝对 还是要真实地反映 你自己的研究的内容 这是一个问题 为满的问题 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感觉 可能啊 我们要 因为满中国的研究 到现在为止 已经做了这个 比较多的研究 特别是东北学者 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要把这个维满 它这种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放在一种更 广阔的 这种背景中 做研究 比如说日本学者就写过 比如说朝鲜总督府 台湾总督府 这两个总督府就不一样 它会有比较 这个日本的占领区 甚至包括仅仅是二战期间的 这种占领区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比较 比如说朝鲜半岛 比如说台湾 比如说中国的东北 另外一个东南亚 英国的有一个人 大家记得这个人叫林麦克 在珍珠港事变那天的早晨 开着斯图雷登的车 就从燕京大学跑出来 进西山 投奔八路军 他就比较过这个游击战的中国战场 给东南亚战场 因为中国战场 中国比如说华北地区 它是不一样的 而东南亚的战场 比如说它会有多雨的 它会比较多的一些遮蔽 但是实际上 中国的华北到了冬天 如果你也是华北的 那你会清楚 那那个野外的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兔子还被人拿枪打 你根本就藏不住 但是你在东南亚都会有这问题 因为它整个道路都是绿色 所以像绿色的这个东西 用在维满洲国的这个研究里边 第一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关注一些日本这些方面的研究 另外呢 这个放到一种 日本的 对所有的进行殖民统治之间的这种比较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维满不是殖民地 但是呢日本对它进行的是殖民统治 这个里边呢可以世界上 跟西方他们所进行的殖民统治进行比较 因为日本它是这样的 对这个东北最终 它还是用了表面上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国家 但是呢它是一种实质上的控制 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东北地区或者是维满洲国区域 给关内的区域都是占领区域 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它们这种统治手法有什么不同 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题目是可以做的 这个日文资料的问题是 这个抗日战争研究要求日文资料 要用比如说日文的注述 要用日文注释 引用日文资料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比如说这个日文 不翻中中文这个放到这个文章里边 这不是太可能 我不太理解这个问题是问什么 所以这个日文的资料的话 有的杂志因为它不这么要求 这个抗日战争研究 这个编辑部在我做主编的时候 首先我有所不同 我在日本是做了教授回来 我在日本待了17年 所以我做这个杂志的主编 我觉得还有一点资格 其他的三个人都是在日本拿过学位 我们有正式编织的四个人 全有日本留学经营 他们都有日本多少不同的 比如说七八年六七年 我应该算是最有资格的 所以近代之所安排我做这个杂志的主编 大概还是看中了我在日本的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东京大学 所以看到我在日本的工作 可以学习的经验 但是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自己我们觉得仍然 我们好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特别是比如说 我们对日本资料的把握 还有一个我们的学律史 对日本研究的把握 到现在我自己觉得 我们对日本比如说 仅仅是讲抗日战争 对他们所有的研究 那种整体的把握 我觉得仍然是欠缺 其实如果有人申请 比如说国家社科基金的 日本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这个项目 我觉得是可以的 当然有可能不做 只不过是这种工作 我觉得是应该做 好吧 这个 现场工具有没有问题想交易 现场问题太多了 我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不止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 现场问题 现在我们三月份 四月份是各种学位论文 遇答辩 还有政治答辩 所以有的同学在问 说一个稿件的 初稿完成以后 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改稿 在修改过程中 应该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那我们先 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涉及到投稿 包括硕士 因为硕士的文章我们也发过 博士的文章当然也发过 这个稿件出来呢 第一是初稿 初稿的出来就是说 无论如何 一定要写出来 再臭要把它写完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你不写完 它永远不完 就是说这个文章 你不管它 把它基本上 一种数据规模 它里边再不完善 比如说里边的 基本的东西才60% 我的资料需要补充 我的文字需要修改 需要完善 没关系 最主要的要先写 第一步要写出来 写出来自后放在那 放到那儿 比如说放有点时间 给别人看 因为经常是这样的 写盘总统 马上投稿 很有可能你会后悔 为什么 你仔细一看里边 会发现有太多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 包括我本人都是这样的 我有可能给人的稿子 我逛两天 我又收回来了 为什么呢 你等你这个脑子冷静以后 有好多人 大家可能也有体会 你晚上所想象的世界 跟你白天所想象的世界 完全坚然相反 你可能觉得晚上 你都能统治世界 但是白天你就发现 你可能今天的温饱都需要解决 所以类似的这种思考的反差 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文章有一个稍微的冷却的时间 是必须的 哪怕是几天 也是必须的 这个修改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怎么修改好的话 可能还是来来回国的反复看 就是说你对每一个段落 你要仔细考虑 你要深入的思考 你所表述的 第一 对不对 还有一个 你所表述的 是不是你所想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老觉得有遗憾 写述来了 但是给我自己想表述的 不是百分之百 这个里边可能 你这个凝练的程度 还是不够 所以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回去再看资料 还有一个呢 看别人的研究 我自己最想提醒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说的这个概念史的有些东西什么的 国外这些方面翻译的有不少 其实找这些书来看 有的时候 我印象他们讲好像是郭梦若就是 每次写文章之前先拿一本别的书看看 然后呢 再开始写自己的东西 它是会有一种启发 让你有一种文思要涌出来的感觉 如果没有这种引导的话 你大概可能哭作半篇 一个字都写不了 或者是甚至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 老想写一篇文章 想了好长时间 一定要先动笔 但是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 好像已经写成了 这个里边的这个修改呢 实际上相对来说 我觉得就是太操的一个粗稿 也是成功的一多半 所以这个先写出来最主要 后边呢再稍微的慢慢改一下 刚才我说的就是说 请朋友们啊同学们看 其实也是一个办法 还有问题 还有下面的问题是 如何对概念研究 在概念史研究 如何寻找时空的节点 概念史是这样子 就是说概念史 我稍微找了一些书来看 但是呢现在已经发了有些书 包括南京大学他们做的一些翻译 包括北师大的有教授 有从主要是 概念史的原因做的东西比较多的 就是法国给德国 这两个方面的大家注意 这些翻译过来的东西呢 找这些书来看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对中国史的这有些史实 给刚才说的时空的节点有一定的把握 但是实际上呢 从这个节点怎么出新 可能是需要看一些有方法论的书 这个里边呢 我自己提倡看一些 我刚才说的翻译过来的 比如说有些概念史的 有可能你看看他的书 你会给一种启发 能提供一个切入点 你从哪儿切入 或者是你这个思考 从哪个角度考虑 大概可以这么试试 如何判断自己的文章 达到发表的要求 别自己判断 找人给你判断可以吧 找你的这个同班同学 或者朋友看看 自己的文章有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有自私过高的问题 往往别人看 容易看出来你这个文章的瑕疵 因为自我满足 写一篇文章非常的不容易 已经写完 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自己看了 就是像孩子似的 都是自己的好 这个 所以这种时候呢 不容易看出他的不足来 或者是问题来 所以这种时候 我觉得找别人看吧 或者就是说放一段时间 然后再慢慢看 这个 大概 找别人看 我自己感觉 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还有一个说是 在读原始始料的过程当中 如何能更好地发现问题的端倪 就是如何发现问题 研究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办法 比较简单 用那个胡适的 大胆 这个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先设定一个问题 然后找资料看 找资料看 发现不符合这个资料 那你修改你的论点 那你这文章的这个提供就出来了 这当然其实仅仅是一种办法 这种 可能啊 我们没有一种方法论的指引 没有一种视角的话 纯粹地上来就读资料 起码我自己感觉 你不会那么很快地发现问题 所以从理论上 我就是先武装到牙齿 然后呢 再去看资料 有可能 有失背功半的效果 大概可能 修改自己的文章 应该注意哪些要点 还是说一定要 比更专业的老师来指导 修改自己的文章 专业的老师 其实有一点 专业的老师未必比你水平高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那个专业的老师 不一定对这个问题有研究 其实好多时候呢 这个专业的老师 有的时候 他可能视野比较广 他有种方法论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 我东大的导师 并下午之间 做经济史的 我做的是 跟这个 他经济史毫无关系 我对经济史 根本就不感兴趣 我也不做这题目 但是呢 他仍然可以指导你 其实就是一种方法的东西 所以这个里边 怎么说呢 更多的我觉得 还是自己的努力比较重 那么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 当前抗日战争史的 记忆史的维度的研究 有哪些可以突破的东西 正在找选题的吗 记忆史 我刚才稍微的讲了一点 就是说 我们记忆史的东西 做的还是比较少一些 最起码 就是说 放到时空里边 不同的区域 给不同的时间 对这场战争的记忆 是不一样的 这个 以前我们发过 金通吉先生的一篇文章 讲三东抗日跟尼地 这篇文章很长 六万字大概 他讲三东抗日跟尼地 三东的抗日战争 最后用了一个词 一个八年抗战 这个词我想应该 不算错 为什么呢 在中国的这个范围之内 我刚才其实也提到的这一点 对于东北地区来说 14年抗战 对于三东呢 实际上是 路口侨事变之后的抗战 但是呢 如果加上局部抗战时期 三东人民对东北抗战的支持 或者是他干脆 就到东北去参加这个抗联 这是一回事情 但是呢 对于大部分的 三东人民或者普通老百姓来说 他种战争的经历 是从路口侨事变开始 所以这个日军望南进攻 先天津河北 然后呢进入三东 这个韩国局不抵抗 然后呢这个三东 而且三东的这个中共的抗日战争 我们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根据地 就是一个整省的 而不是边区 只有三东抗日根据地 所以像这种记忆里边 它不同的区域 跟不同的时间里边 关于战争的记忆是不同的 但是呢这个里边可能那个情况 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呢 就是说 有些问题是不可讨论的 所以要注意这个界限 这种学术角度的探讨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讲十四年抗战 这个是我们包括教科书 我们都是统一的 但是确实呢每个区域又不一样 你不能说的不抗战 但是你可以认为 它从战争体验与经历 它是不一样 这能是 就是说怎么把握这个度 请提问的同学一定要注意 这个里边有的时候 有可能会涉及到政治敏感度的问题 还是要注意一下 题目里边现在做这个 关于这个战争记忆的东西不多 其实国外的东西倒是 这个学者做的比较多一些 可以参考着看一下 关于二战 我们相对来说做的少一些 我们比如说关于口述方面 后边其实抗战老兵的口述 已经非常难做 虽然有一个国家社会经济重大项目 这个南京师范大学张良宏先生做 但是呢实际上很困难 主要就是人年龄太大 还有一个呢 能做口述的人呢 都不是比如说军队里边的中猫级干 这么的就导致他们对这场战争 或者是他的深深深深深深经历 有一定的限制 那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再开碰 你那么比现场的问题有问题吗 好 先生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有关于过去 就做了过一次 碎片化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近代神研究特命也讨论 不关于碎片化的问题 但是也有人主张认为 现在是碎片化不够 确实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特别细致的 那种细微的 甚至是微观时的讨论 实际上仍然能有努力的空间 但是问题是这样 你做完了之后 你不能给人一种碎片化的感觉 碎片给碎片化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也给读者 或者是给答辩的教授们 会觉得你这是一种被碎片化的东西 这个里边可能有问题 第一 你都把碎片 你都把它连到一块 你不能让这些老师们看你这篇文章 趴在这个地上 一片一片的 就给你找那个碎片 自己把它连在一块 所以这个碎片之间的有机联系 我就是刚才讲的 我能用整体式 就是你有一种整体的把握 整体的把握里面 一个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一定要注重彼此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话 这么着的话 它的共性在 你要解决什么一个问题 就我看这篇文章 大概是你会面临到十个八个的问题 但是最后又没有一个统一的高度 在那回答这问题 就是特别碎片 最后你这篇文章 很有可能它是不成功的 所以这个里边 一个是要找出共性的东西 我觉得 所以做结论的时候 在这种碎片的基础之上 这些碎片 我觉得我对这些问题 它们我有一个什么可以覆盖的结论 但是呢 不能全部覆盖 你也一定指出不能全部覆盖 你不能用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就是一种 一种 一种 归纳 而这种归纳呢 只举一个碎片 然后呢 我就得出来 这个地区 比如说 这个地区 国共之间有磨叉 这个地方有人确实杀了巴勒军 那个地方也杀了巴勒军 但是并不一定这个地区 没有这个互相合作的 也有可能没有合作的 你不能最后 所以得了一个结论来 这个冒来一个结论 这个地区 所有的 他们都在杀巴勒军 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边 也有不少 包括维利皇什么的 但有不少人 其实还是 有些国民党的军队 它毕竟也是中国人的 还是跟中共之间有合作的 类似的 甚至有些 它这个部队的 有些干部 可能本身就是中共对下党 所以类似的这些方面呢 就是说 要避免的 用那种部分的归纳 然后得出来一个整体的结论 这个里面可能是 这个问题需要避免的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够一一回答 线上各位观众的提问 那我们再次的 让我们感谢高士华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丰富的 具有写作的指导操作性 还有指导性意见的 精彩的讲座 谢谢 不好意思 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大家的